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恒天下 这条片想讲一宗大陆小粉红的小学鸡行为 这件事表面上不是什么大件事 只可以说是小风波 但这些小风波你不要说即即埋卖 一定会加速中共在全世界的讨厌 令到中共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更加没有朋友更加黑人真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恒天下,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昨天8月7日 英国的香港社群 风传一宗新闻 大约有9个大陆小粉红 在伦敦东区桃鸦的胜地 红专行喷了24个残体字 这24个残体字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件事起初只是华人的圈子风传 但很快已经登上英国主流传媒 包括BBC和《卫报》都有报导 然后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文传媒又更进报导 成为当日重点新闻之一 虽然这件事只是小事 但也是重点新闻 话说大约有9个小粉红 相片所见 应该是六男三女 如果有些人明明是女 扮到好像男或者男扮到女 那我就分不了 大概应该是六男三女 去了伦敦东区的红专行 用白色的油漆 覆盖其他 原本在那里的图鸦作品 然后就喷了24个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残体字 那24个字就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 可以说霸了红专行一大幅的墙壁 红专行是伦敦相当有名的地方 现在那里是曼加拉人社区 之前我也有去过 我还在那里吃过一餐南亚菜 红专行的街头有大量图鸦作品 其中有一些图鸦作者 后来都成为出名的艺术家 例如代号 代号班克斯的创作人 就是一个以黑色幽闻 辞名的街头艺术家 而班克斯 亦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而红专行亦是很多MV和剧集的拍摄场地 小粉红噴了那24个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字 有什么艺术成份呢 一句说了 是没有的 你说我不懂艺术没有资格评论吗 我经常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最好 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做最坏最差 就正如我不是美食家 我也不懂煮食 但是我肯定知道 屎是难吃的 屎一定不能吃 如果屎是能吃的 食屎的行为 一定是会 持续地存在的 现在食屎不是持续地存在 只是好少好少 极少极少极少的人 才会吃屎 现在 连世界上最蠢的小粉红 都不会自找屎吃 就证明屎是世界上最差的食物 所以我是有资格说 那24个字 绝对没有艺术成份 那九个小粉红是什么人 又做什么要做出这次行为呢 原来这九个小粉红 是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 这间艺术学院 我早几天出片就说过 它是一间大陆学生 占了很大比例的艺术学院 大陆留学生 现在在那间学院的外国学生之中 占了六成 可以说 这间学校 是一间赤化了 或者共化了的艺术学院 如果那九个人 又为什么做出今天 史诗式的图鸦呢 大家听见了 我说史诗式 是史料的史 自私的诗 这些人在大陆的社交媒体 《小红书》上表示 伦敦的自由是假的 在西方的自由 他们看到 罗格斯忠心主义 OK 什么叫做罗格斯忠心主义呢 这个我就要认识了 我不是读哲学的 这次我真的没有资格说 罗格斯忠心主义 这个哲学的名词 但是 最简单去说 罗格斯是世界的终极真理 所以那九个小粉红就认为 西方世界 以为他们的自由 是终极真理 这九个小粉红不同意 这些人自己写的 英国人 利用自由的方式 利用去殖民的方式 行使真正的文化输出 和输出商业化 而他们的逃压 就是要对英国 符号化 商业化的自由 作出冲击 让世界看到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简单来说 西方的自由不是唯一的自由 不是终极真理 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那些自由 都是自由 都是自由的一种 所以他们现在 就要用这24个残体字 去打破西方自由的霸权 就是这个意思 说真的 我都很明白 这些所谓 读艺术的人的心态 而且年轻人 自然反叛的 希望有型 所以用这些 扮高深的理论 去玩一下 本来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 好笑就好笑在 他那24个字 那24个残体字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本是假的 根本都不存在 我打个比喻 中国人吃米饭 西方人吃面包 所以 吃面包不是唯一的真理 为了冲击吃面包 这种罗格斯中心主义 现在这班人 当众表演吃饭 然后这班人 拿了24个屎 当众表演吃屎 就是这样的场面 你说好笑吗 我问大家 现在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 有没有富强 有没有民主 有没有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平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和友善 大佬 肯定是没有 你不可以说中共 现在那些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之下的富强民主 文明自由 如果那么随便 加多数个字 就是真货 的话 全世界的史 都可以说是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史的形状 呈现出来的米饭 我问你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这个世界有一样东西 就叫本质 用什么代号 用什么称呼 什么符号 什么图像 去形容一样东西 也好 到最后 你都改不了那样东西的本质 即是等于 你五条毛 就是五条毛 你怎么说 那五条毛 都不会变成五条棍 不过 由这些小粉红的文字 也看到 这些小粉红 真是以为 中共提出所谓的 自由民主法治 是真的 他们真是相信 中共正在实践着这些价值观 只不过 实践的方式 和西方世界不同 各位 这一点 才是真正可怕之处 可见 中共的洗脑 是多厉害 多恐怖 而更加恐怖的是 这些深度被洗脑的小粉红 现在 是渗透英国 甚至是渗透全世界 其中一个带头 进行今次史诗式 图压的大陆仔 在小红书上写 他就说 他的所谓作品 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 他只是爱自己国家 我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大陆仔 和其他N那么多 在英国大学留学的学生 绝大部分 都是权贵的子女 他们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的父母 应该是割其他韭菜的刀手 所以 他们相信 屎就是饭 因为 他们每天有特权吃饭 而其他韭菜 因为没有特权 每天吃屎 至于 他们说这次行动 是一种艺术的行为 Come on 别玩啦 这个世界 不是每一种 扮有型的行为 都是艺术来的 如果什么都可以说是艺术的话 习近平都可以说自己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他可以说他玩清零 玩战狼外交 玩哈哈伯伯 只是一种行为艺术 可不可以这么说 啊 大庭广众 压走胡锦涛 秦刚突然间消失了 火箭军大换血 无事无事 都是行为艺术 总之 这个世界总是有些人 扮有型 就以为那些叫做艺术 即是等于有些人 唱歌走音 就说自己 唱歌有特色 唱功独特 这九个小粉红 这次 自以为有型的事件 很快又出现 戏剧性的场面 起初 网上有很多人 骂爆这九个小粉红 有人就说 太肉酸了 丢人烟眼 又说这班人 想出名 想到傻了 有人说 他们打着中共的旗号 制造话题 又说他们 怕死中共 不够多仇家 再为中共 添多仇恨 添多仇家 有人就说 大脑 以为去了英国 可以避开中共 怎知一样避无可避 有人就说 在大陆文革的时候 被批斗 见到那些简体字 即残体字 都已经害怕 现在想不到来到英国 都是避不开的 这样 觉得有一种创伤的感觉 但是也有些人 支持那几个人 就说 那里 是被人自由创作的地方 就算那里 所有涂鸦 噴上白色 都没有违反任何规则 又或者 他们有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又或者 这种是一种文化输出 感到自豪 这一点 又是可笑的 甚至可恥 你这些小粉红 说是冲击西方的自由 但是你现在的行动 是利用西方自由的灰色地带 有批评的时候 你就说自己 没有违反西方任何规则 那是怎样 简单说 输打赢要 有问题 就用西方自由作为护身符 没有事的时候 就说要冲击西方的自由 又说西方的自由 是罗格斯中心主义 喂 那你玩完了 而更加大事的是 这班人 竟然用白的油漆 盖了一个已故的街头艺术家 马蒂的作品 而很多在红砖刊涂鸽的创作人 为了尊重马蒂 都不会 盖了马蒂的遗作 另外 也有一幅 涂鸽的作品 作者 薄夫曼 是表达对他固有的悼念 现在又被小粉红盖了 有人就形容 这些小粉红 是霸道地 破坏别人的坟墓 好了事件高潮来了 今天开始 很多英国的华人和香港人 就去红砖刊 进行二次创作 三次创作 我看到那些二次创作 笑到喷啤酒 最简单 就是画上烂美帝 维尼皇帝的形象 再配上那些五星旗 另外又有人写 《无忘六四》 有人问 铁链女怎样 唐山打人事件怎样 这些都是一般的二次创作 亦有一些字 一些图画 讽刺不缓坚 亦有 香港612 721 而最简单的 就是什么自由民主 诚信友善上 加个不字 例如 爱国两个字 加上 我爱国 国不爱我 又例如 平等 维吾人 又有人 叫大陆人 不要生子 又有人说 大陆没有天灾 只有人 总之这一大堆的二次创作 是一针见血地 督正中共要害的 更好笑的是 伦敦红专行成为反共圣地 今天很多人去那里打卡拍照 去那里有华人 亦有洋人 我看这些相片 相当热闹 这次那一区的店铺 真的要多谢 这九个小粉红 其实这九个小粉红 真是无脑 写这些字 最容易被人还拖 最容易被人恶搞 一定会玩借你 来到这里 我讲一个 我年轻时的经验 给大家听 我小时候 经常去城门水堂 玩的 所谓是行山 当时城门水堂 有很多户土场 周时被人写一些字 用石头 写一些字 多数写一些人名 例如 Peter 爱John 又例如 家超 心 炳强 君堯 爱西瓜 月娥 跟震英 天生一代 等等 多数写完这些东西 我最珍这些字 我觉得好好的 自然环境 你破坏风景 做什么 所以有一次 我决定玩东西 我玩这些人 我用石头 圈起一大堆人的人名 然后就写着 以上人士 君臣为本人 什么 仅此致謝 什么 大家自己想象 总之不是好事 当日 同行的朋友 笑到 没错 我都算是破坏了环境 我都有 图丫 但是 当日 现场的人 都不得不佩服我的 急财 简单说 根本要还击这些图丫 异如反掌 现在 伦敦就多了一个反共圣地 相信 二次创作 三次创作 四五六七八次 陆续有来 这些小粉红 这次真是拿来 更加好笑是 九个小粉红之中的领头人 名字 叫王汉真 这人今天发表声明 说他自己现在 和大陆的家人 被人网上迫害 他又说 其他的小粉红 都被人起底 被人恶意丑化 又收到以万计的留言 又说 又说 受到死亡威胁 他说自己 没有政治立场 只是爱国 这个说法 跟香港 很多武漏艺人 一样 王汉真同学 你说你爱国 何不水灾 你捐了钱 但是很快又有人找到 王汉真 曾经自称是 马克思主义者 我就想 这人会不会 一时写错字 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政治立场 可能是这样 他崇拜 Ion Mars 马斯克 以为 马克思主义者 是喜欢 马斯克的 有大陆网民 骂这人 这人根本 是反共分子 用高级红 低级黑 配合外国势力 去打击习近平 王汉真自己说 现在 大陆人又不支持他 英国当地华人 和他大陆的同学 又不支持他 和他割席 人人都和他划清界线 说真的 我真的很讨厌这种人 而这种人 大陆人特别多 不是其他地方没有 大陆人特别多 你说自己是艺术家 你做得出这些所谓反西方自由的什么创作 你就要站硬 虽千万人吾往矣 你们骂就骂 我就是感冒天下大不韦 那又怎样 这才有吉士 而且你要做艺术家 你就要顶得着寂寞 怕什么人和你割席 什么 笔笔家索好多朋友 繁高好多朋友 现在扮完有刑之后 出了事 就呼天抢地 那你将来 怎样回大陆割其他韭菜 最后最新的消息 红专行当地的议会 就不想在那里 成为不同政见人士 互斗的地方 所以 曾经派人 去当地 用白色的油漆 盖上那些二三次创作 但是 很快 又有新创作上画 看来这个景点 还有一段发展 可能玩多一两个月 甚至 成为永久景点 都不知道 很难说 来到这里 也是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另外 我们也是Patreon Patreon的链接 亦在这条片下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